问题M7高速追尾洒水车导致车上的两个大人 一个小孩遇难身亡了 让人悲痛不已 我看一些网友还在疯狂的带节奏 没事叫华为出了事就叫塞尼斯 这种毫无底线的说法才最可怕 我们来理性看待这件事 据家属所说 这是在高速路段 洒水车作业时没有看到任何的标牌 追捅进行安全布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涉及到洒水车违规作业了 其次是车主的家属发声 质疑问GM7为什么碰撞时A1B和GA1B没有工作 对此官方已经做出回应了 碰撞时时速达到了115公里每小时 车主的问GM7前向A1B的有效工作区间 是4-85公里每小时 已经超出了A1B的正常工作范围了 车主的问GM7 Plus版的 A1B采用的是博士的方案 并没有搭载华为的自驾系统 所以也没有GA1B的功能 所以这件事 你如果硬要甩锅给华为 过于牵强 最后就是车门打不开 视频里能够看到 有好心车主砸后窗玻璃去救人 很多人都说车门为什么打不开 以11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撞上去 而且是洒水车问GM7 最直接的沉溺点就是A柱 车身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变形 车门能不能打开就很萱萱了 宁志颖的那次事件 车门把手就是可以打开的 及时获救 但是这也给车起一个警示 隐藏是门把手是好看 也能降低风阻 不过一旦发生这种紧急情况 线路断电 没有办法自动弹出 耽误救援时间问题就大了 车内虽然预留了机械的门把锁 不过这种程度的碰撞 车内人员基本上已经没有意识 从车内打开车门了 所以对于这件事 一定要米线的看待 不要盲目跟风 要等官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就好了 那这些事不仅是好看 我可以做一件事不仅是好看 对于这件事不仅是好看